美國聯儲局新任主席耶倫在上星期暗示 可能在結束買債後六個月 即是最快在明年春季加息 但仍然有投資者無據消息的影響準備向樓市出擊 也不是太大負擔 我自己覺得問題是很大的 除非再加第二次職 因為我手頭拿著的錢也沒有其他出路可以投資 股票也是一般的 除了買樓收租 也想不到其他方法可以把錢投資 我覺得加息對我沒什麼影響 因為我儲了相當足夠的首期去做買樓這個動作 就算加息我看過的新聞 連儲局等加息的幅度也不會太高 所以暫時都負擔得起 對於香港樓市有向下調的情況出現 投資者洪先生表示 會先放售一部份的物業 樓市如果這樣我相信有5%至10%會回落 回落之後我相信會再部署怎樣分散投資物業 現在暫時我持有兩個住宅 有一個寫次樓 住宅來說我剛剛放售了一個單位 因為我捐到市道 接下來開始有點回落 我也放了便宜的時候再買一個單位 最近發展商為新盤提供多項的置業優惠 洪先生認為一手新盤教二手吸引 但是黃先生就表示 二手教新盤更加有參考價值 新盤比較吸引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送 二手的價錢也是跟新樓差不多的價錢 所以一定是投資新樓的 暫時是元朗的倚聯 和灣仔的喜匯 因為尺寫五百多次一千尺 我會看二手多 因為二手有參考數據 一手完全看不通 那時候會選一些大型屋苑 因為大型屋苑始終銀行股價會比較弱 對於後市的看法 洪先生認為樓市不會太跌 我想10%都很厲害 我想應該不會太跌 始終香港的土地也不太足夠 居住的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覺得不會太跌 回山一兩成正常 因為之前從2008年都升得那麼厲害 有代理說過去的周末看樓量 比上星期明顯減少 少了50%看樓量 今個星期真的慢了很多 客人就說先看好一點 還有有些都不會說不出來看樓 會出來看樓 但出來看樓之前很坦白說 都有不利因素 會不會你幫我還價 我看好你幫我還低10% 但有代理就表示 近兩個星期的成交量相弱 剛剛過週六日 我們這區的成交總數大概是三宗 不過加息消息 反而令買家橫價幅度擴大 那些准買家也有部分 是因為相信可能加息的周期 提早來臨 就會作出一個較為大一個 橫價的幅度 有些准買家看完 就橫接近到一成左右 但是這個幅度 我們這邊的業主 本身他們的持貨力相對比較強 我們身處現在的單位 就是太古城 翠蓉國的中層F-7 建築面積是983呎 而實用面積是897呎 唯起上來的實用率 接近有九成 出了名的實用 太古城大家都知道 而這個單位 本身業主的放盤價 早前是1150萬 因為外於市場氣氛的因素 業主願意調低到1100萬 那我減價金額 就去到50萬 因為本身這個業主 他買回來 就在早前2007年 都只是以660萬買回來 那相信來講 就業主有的條件 有本錢 就將價錢降低 都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賺幅 因為一般的業主 肯接受才我提及過 都是2至5%左右 這裏會有一個差距 如果暫時加息的話 我覺得 以價幅度大概應該是5%左右 因為始終 它加息的幅度不是很大 如果加到一個接受不到的地步 我想人們都不會入市 我覺得預計加息的消息 我想一個月左右 客人都應該會接受到 因為今次的幅度 始終不是太大 我想一個月 它看定些 如果看到市場真的有成交往 可能都會跟著入市 雖然美國聯儲局 在加息的陰霾之下重申 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才會加息 但業主和買家 都應該要微雨籌謀 做好準備 提防未來安揭利率上升所帶來的影響